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的 澳門旅遊局局長文以華表示 近日澳門每日的旅客都不超過1萬人 但是相信明年有條件重上每日是4萬人的水平 政府方面明年會有一系列針對香港市場優惠措施 而現階段重點針對的市場亦包括泰國、南韓和日本等等 他指出近期有不少酒店員工是染疫情 導致房間供應減少推高房價 他預計農曆新年期間舉行新春活動時 酒店房間供應和餐飲基本都可以回復正常 而另外中國國際旅行社的助理總經理指出 他說香港人到澳門的意欲強烈 他說預計下個星期起每個星期至少會有2-3團 嘩這裏其實我覺得的搞笑 香港人來澳門玩是要跟團的 我好久好久都沒聽過 但我們看回上面的數據先 近日我們每日旅客連1萬人都沒有 相當少了 現在希望明年來中港互通之後 就可以上到每日4萬人的水平 其實如果每日上到4萬人的水平 會相當於是怎樣呢 大概是1000億到12億左右 這個是根據之前的2-3年這樣計回來的 如果是沒有疫情了 是正常互通的話 好似疫情之前的一天的旅客量 還要求近10萬人一天的平均 如果4成都是回復到40% 所以剛才的賭收12億的數 我覺得相當準確的 因為當中每日4萬人的水平 可能當中有部份是一日來回多次的探親症 當然如果是每日出關的次數是無限制的話 這一個這樣的旅客數字會升得更加高 因為好多人是拿著個症 一日出入好多次用來走水貨 但是這些所謂的旅客 就不是我們想要的旅客來的 我們想要的是會過來消費 會買東西會來賭錢會住下酒店 這些才是澳門現在想要的旅客 但是你說水客的話 其實就對澳門幫助不大 反而你這類這樣的探親症水客 是會影響到關口的秩序 而其實他4萬人這個數字 也都不算得上一個很誇張的數字 是一個可以做得到的數來的 因為他們本身自己預計 你香港那邊通過關的話 每日是可以增加多1萬人的旅客 如果疫情緩和了 那你簽著容易來了澳門 其實大陸有3萬旅客一日 也是一個不難做到的事來的 其實之前你有疫情期間 但未敗發發的時候 都已經是做到2萬多人一日的了可以 只不過之後不斷有疫情啊 不斷有風控出現啊 才做不到的嘛 那時候做了2萬紀錄 去到3萬人一日 再加上香港1萬人一日去到4萬 其實這個數字幾保守啊 如果好起上來呢 有機會去到6萬人左右一日 當然啦也都要配合假期啊 或者是某些優惠 還有這裏講的 是會給一些優惠給香港的旅客的 我估計應該都是酒店啊 船飛之類的東西來的了 如果有船飛優惠的話呢 應該是吸引到不少人過來的啊 好了那今集呢 同大家看到這裏先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 下面留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頻道啦 拜拜